大家好,欢迎回到Amy&Joey的频道,我是Amy 大家好,我是Joey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部我们最近看的影片子 这不是可以让我们肾上腺素上升的一部电影 带你去看了吗?就是阿汤哥最新的《Mission Impossible》 No.7 今天就是想讨论一下这部电影啊,因为我们自己看了之后也有一些想说的东西 可能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觉得亮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觉得有哪些东西想要吐槽一下 我们先说一下亮点吧 亮点,首先就是阿汤哥出品的东西永远你可以保证你的这个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还有他这个行走的荷尔蒙啊 六十岁,六十岁的人了 还依然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真的让人挺佩服的 Unbelievable 对,阿汤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就是特技实拍的狂人 以他自己是一个特技演员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他要亲身做出这些动作来 然后特效这些东西只是辅助 所以就是让人挺佩服的 对,一个六十多岁大爷 对,这么要求自己如此严格 是,我在看这部片子之前 我就去,他有一些花絮就放出来了 就是说大家可能 最有印象的是他从那个船上 骑那个摩托车 然后飞下来 对,就是骑摩托车 悬崖跳伞,定点跳伞 然后还要追上那辆火车 我觉得这个idea其实还挺棒的 就是可能你都没有出现在 在他以往的所有的系列中 对,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叠中叠系列有什么印象 我,你之前的几部都看过 我好像看过3 然后就跳到7了 然后中间 就7这部片子 我看见过一个报道上说 阿汤为了 就保证这个片子能够正常运行 以及保证这个片子 如果说有任何差池 预算能够降到最低 他那个最惊险的那个 动作是第一个拍的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我挂了 你们就止损失 就前面这一部分的钱 就如果说我们把前面 P public league 把一 Pourquoi拍好了 我们最后来完成这个 10世纪的动作 万一我在这个时候挂了 你前面拍的全美了 这也是良心之举 对阿,我觉得这个大局观 更这种 oliv的适合 可以 因为他真的是每一次做的特效 在每一部电影中间 他想到的做的最惊险的贪用 都是可以丧命的 真的 他一旦有所插实 就是去见上帝了 然后整个team就game over了 我觉得他这个考量 也是非常considerable的 对 我记得以前陈龙说 他杨子琼跟李仁杰 在香港是买不到保险 对 没有保险公司 愿意保他们 对吧 他们估计也没有拿个 愿意跟他保险吧 是是 之前他拍迪拜塔 那个塔的时候 对吧 这个我看过的 是吧 其实他每一部电影 说实话 我说实话 就是我后面的草莲也是 就是阿汤哥的这些 蝶中蝶系列的电影 情节 故事情节 其实 就还是有一定的套路性的 配方都对 对 就不是说那么的 让你觉得 难以想到 或者是那么的惊艳 但是他的动作性 一定是让你觉得 眼前 surprise 然后或者眼前一亮的 而且每一部 你记得的 是不是他就是他最难 最高难度的 最高难度的 飞机 爬地板 然后各种什么 这种横外线穿梭 什么 就是这几部 你就记得这些 对 我想听过几个月 或者多年以后 你记得这部 No.7 也就是他从 那个悬崖上 新摩托车 跳下来 Iconic 对 所以他这个是他的 这个 真的是他的标志性的 而且 他在拍这个 新摩托车 跳悬崖的 这个 他是选在了 挪威 一个悬崖上 然后他们包括 搭那个台子 就搭了将近半年 然后他那个台子 需要所有的 都是直升机 直接运上去的 所以他是真的 在一个悬崖上 然后阿藤哥为了 就是完成这个动作 其实他在这个 idea好像是 很多年前就有了 他这部戏终于 实现了他这个idea 然后呢 他为了 就是能够 很好完成这个动作 他自己重新学跳伞 提前一年学跳伞 跳伞了500多次 然后包括这个摩托车 山地摩托车 他就进行了 一万三千多次的跳跃 就非常非常勤恳 非常努力的一个人 就为了展现 给大家展现 他最好的一个 特技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阿藤哥 他自己这个精神 其实是满直的 不尊敬的 我特别尊重 他这种敬业的精神 还有一点 我特别surprise的是 因为我们也去滑过雪 玩过一些 比较极限的运动 你觉不觉得 你玩极限运动的时候 形象上是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maintain的 那么好的 对吧 我记得我跟你去滑雪的时候 对吧 我们好像也没有化妆 然后就 反正就 就弄得就很rough 对吧 我从来没有看见 阿藤在这里面的一个镜头 rough 所以我相信 他在练习这些技 就是技能和动作的时候 他还同时要表情管理 对啊 然后他还要保持 他那个帅帅的 那个confident 对啊 没有表情 不能想见 其实任何意思的 那个切诺 就让你觉得 哇 他就是真的很牛 很牛 就他从肢体语言 到面部表情 到各种反应 超级专业 真的 对 为什么他能拿这样的片酬 为什么他赚那么多的钱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再出来第二个阿汤哥的概率 也是非常非常想的 哎呀 他们每天工作这么多小时 他们都身兼数值 他们有可能是演员 还要做其他的事情 对对对 他们怎么保持 他们就镜头前 就他这么辛苦 但是看起来有这么的 he's not an ordinary phrase he's not an ordinary 就是他就是阿汤哥 阿汤哥是世界上 五度以外的阿汤哥 我们也就是 对 佩服 佩服 因为你知道他 我觉得他 我看到他这个故事呢 也是有一个非常让我 动容的地方 就是他在悬崖上 准备了多久 然后他们其实第一次拍摄 他就骑那个摩托车跳下去 然后散折地 就已经成功了 但是导演就很满意了 然后他跟导演说 我觉得我做的不够 OK 我想再来一次 eventually最终他跳了六次 就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高的悬崖 真的是轻声跳下来 然后他之后 每一次都觉得 他自己就是 就是开散的时间 可以再长一点 他可以在空中 自由落体的时间 再长一点 就那个 你看你看 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你就真的发现 那几秒钟 或者十几秒钟 真的是有一种 你要屏住呼吸 自由落体 对 他这个 给你展现出来 这种观感 就是他用命 在拨回来的 真的 但是不得不说 他也是一个 非常考虑全面的人 他自己在做这些动作之前 他也是做了尽可能的 全面的准备 专业的团队 所有的应该有的 这个动作的训练 他都有做到 所以他其实 也是对自己的生命的 一种负责吧 就是科学的准备 对 然后科学的训练 是的 然后也加上自己的 经验 是的 我们觉得他的这个 动作的特技 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 这个方面 然后还有就是他最后那个火车一节一节掉下去 然后他们一直徒手往上爬 对吧 然后真分夺秒的在这个火车掉下去 也是是不是让你就是hold住呼吸 心跳加速 我觉得这个设计太狠了 就是他那个火车一节掉下去 然后你就 你就你就咯噔 对 一下 然后他还要一次一次折磨你 对 就是那几个镜头 我觉得太折磨了 是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阿汤哥这个 呃 叠中叠的这个IP 可以这么长久生存的原因 就是第一 就是有他自己这个 独一无二的存在 保证了 只要阿汤哥上演 他做出来的动作 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 有这个能力去完成吧 可能 或者有这个决心 对 有这个决心 这个idea已经可能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到 嗯 但是真的这样实施 然后展现在大致名目上 而且这么完美的展现 阿汤哥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天选之人 YYDS 对吧 我觉得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呢 嗯 其实阿汤哥一贯 就是贯穿在他各个系列中 都有的一些小的幽默 嗯 其实你在这部电影就是 就是他刺激你身上腺素 分泌的原因的同时 对 然后同时也给你一些很 诡谐幽默的地方啊 包括就是 阿汤哥这样一个好像正经的 这样一个 嗯 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形象 但是在这里面就居然有一些反反差弧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moment 就是他那个 他带这个那个女生 然后不是在飙车 飙车之后他们车都坏了 然后他就对 他就带那个女生说 我们现在去哪 他说我们现在get a new car 嗯 然后他就去的去的 然后到那个几部豪车面前 然后拿他那个东西一按 结果出来的是那辆小黄车 我真的是 那时候全场都笑了 就是特别特别可爱 然后阿汤哥这样一个就是 绝对可以操纵全世界最豪 最豪华的车的人 在那辆小黄车里面就是感觉受尽了委屈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反差 他的那个合作的演员 Grace 那个角色 然后他就说阿汤哥他是真的单手操作 因为他们的设定是他们手靠在一起的 对手靠在一起 他真的是单手操作 而且在那个罗马的街上甩尾 我想说我要是在阿汤哥旁边 我绝对也被他撑脱 我不要 就是我对于这种啊 我还比较欣赏的男生表现出这种莫名的男子气概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对于我不喜欢男生表现出这种男子气概 我就会觉得你在干嘛 我觉得他可以展现那种男子气概 但是我不会跟他坐在同样车里面 我还是挺有那个冒险精神 我还是要命的 我有时候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冒险的刺激的 OK 然后Different girls Different style Different cho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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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